演员的诞生总决赛将至目前已经入制了,而在总决赛的导师阵容中,吴秀波测然在列,让人大感意外。 节目组不仅请来了桃红、陆川、吴秀波三位,一类重量级嘉宾,进行表演的精确分析与投票,还诚挚地邀请了国内50名知名媒体朋友们, 加入到此次的评判当中,还有包括导演刘晓刚,编剧贾东年等12人组成的boss团,他们每人有10票的行使权利,而张子怡、宋丹丹、刘业作为导师团,只有为各自学员拉票的权利,没有行使投票权。 此外,两位公众员的出现,也为整场的表演增添了一份透重的庄严感。 以如此公开透明的视角去见证演员之间的凋谢,首次来到节目的吴秀波感慨道, 很感谢这个节目给演员提供了平台,我发现这个节目越来越成熟了。 截至目前,节目的主话题演员的诞生,微博阅读量已过40亿,讨论量过1354万, 共有76个关键词,登上,微博,热搜榜,而其中9个关键词更是一度登上了榜首的位置。 在收视率方面,演员的诞生的表现力也同样抢眼,发起节目,更有4次用博金冠。 首次来到节目的吴秀波感慨道,很感谢这个节目给演员提供了平台, 我发现这个节目越来越成熟了,而导师刘烨则为演员们博物士去说道, 今天这个舞台属于你们,放松把它当成一个享受的过程。 而宋诞诞老师也因为网上的各种谩骂和不解非常难过, 以至于他都没来现场,而是待在酒店里哭,子怡还委屈地坦言, 我们真的不是在糊弄,我们是在做节目,而不是在做什么综艺。 因为对争议,我们绝不退缩,我们是真的爱这个节目,这个舞台。 因为节目组的严格要求,当天节目的上半场录制持续了将近9个小时。 张子怡与宋男单队对战拉票时,一度烹衣,现场多累。 心疼张国立带病兼职,心疼,以衣,舞台上穿高跟鞋,站了近9个小时。 包括节目组,他们都很辛苦,真心感谢每个人的付出。 心疼张国立带病兼职业 心疼张国立带病兼职业